IMU模块是飞行器中的传感器模块,其中包含了气压剂、陀螺仪和加速度剂等。 IMU的状态对飞机的安全使用有重要作用。 当飞行器云台镜头歪斜,APP提示,BEARS偏差过大,或者IMU异常需要校准时,您可以通过IMU校准使飞行器和云台的状态恢复正常。 本视频为您讲解精灵FITON3校准的注意事项,查看IMU状态以及进行校准的方法。 智能飞行电池过热,容易导致校准失败。 请在校准前拔出飞行器电池在阴凉处放置一段时间,以保证处于适合校准的温度。 确保校准时将飞行器置于水平面,且电池电量在50%以上。 接下来为您演示IMU校准的操作步骤、连接遥控器和移动设备。 先开启遥控器,再开启飞行器。 打开DJI GO App,点击进入飞行器相机页面。 点击进入飞控参数设置。 高级设置。 传感器状态。 在传感器状态中,找到检查IMU和IMU校准选项。 首先检查IMU,看得到的结果是否异常。 若检测结果正常,则无需校准IMU。 若检测结果异常,点击IMU校准。 点击确定后,飞行器将进入校准状态。 在校准期间,请勿触碰或移动飞行器,以免导致校准失败。 请耐心等待校准完毕,届时App会提示您校准完成。 如果校准失败,请再重复操作一遍。 如重复多次校准仍然失败,请联系DJI售后技术支持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